定点完毕 齐悦说道 一面伸手 一旁的男人立刻借过他递来的注射针 棉膜切刀 棺材仔将一把刀放在他手上 拉钩擦血 齐悦口中说道 这边棺材仔已经用镊子夹起棉布 齐悦低着头 慢慢地切开棉膜 安老大夫听到旁边的女人 越来越急促地呼吸 终于 在看到裸露在外的孩子的口鼻 变得血肉模糊 低呼一声 靠在墙上 而外边 此时也渐渐地响起低呼声 为了教学 手术摆放的角度便于弟子们观看 因此 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看到 齐悦用刀用剪 分裂整合 那口鼻触的皮肉 果然 这种刺激是直观的 除了在一桩提前见过的几个 其他人都忍不住色变 这些跟那些血肉的重创伤感觉是不同的 有人终于发出一声大喊 干 干什么 杀人呢 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这声音惊动了里面的人 除了齐悦和棺材仔 其他人都看过来 胡三上前就给了安小大夫一巴掌 架出去 他摆足了师叔的架子 低声喝道 便有两个弟子 果然架住已经瑟瑟发抖的安小大夫 安小大夫身体发软 也没反抗 就这样出去了 胆笑如数 胡三摇头说道 一副稳重淡定的样子 站到了安小大夫的位置 向内看去 完全忘记了 自己当初在驿庄那儿 吓得要死的事情 安老大夫收回视线 不由转动下轮椅 更凑近些 想要看得更清楚 守着血压计和听诊器的阿儒 立刻冲他摆摆手 安老大夫忙停下 用力地探身探头 看着这边 除了气泻交替 偶尔发出的磕碰声 里里外外 安静得 似乎连呼吸声都没了 夜色深深 长云城迈进屋子里 屋子里早已经点亮了灯 但却显得空荡荡 冷冰冰的 齐悦不在家 带走了三个丫头 长云城不由回头 看了眼院子 亦是感觉空荡荡的 跟在他后边的秋香 察言观色 少夫人今晚不回来了 和大小姐她们都留在千金堂了 丫头们已经送了铺盖过去 他低声说道 长云城转过头 我有问这个 他拉着脸说道 秋香低头 并没有害怕 狮子爷 奴婢不是知道 你担心燕儿吗 燕儿小姐的手术很顺利 刚才丫头回来取东西时说了 已经 嗯 那个 麻醉苏醒 反正就是醒过来了 他含笑说道 那你不先说这个 长云城看了眼这丫头 什么也没说 摁了声 他看着屋子 站了一刻 转身出去了 狮子爷 正要帮他解下斗篷的秋香 不解的忙跟着喊道 我去书房 长云城说道 大步走出去了 千金堂里 就在手术室隔壁 是新布置的病房 我喊 一二三 大家一起抬 齐悦说道 少夫人 我来吧 一个弟子说道 想要接过 齐悦手里 拽着的钟单 不用 第一次 我来吧 以后你们来 虽然是简单的移床 各自趁着一脚的胡三 棺材仔 以及张童 也有些微微的紧张 伴着齐悦 一二三 燕儿被稳稳的移动到推床上 长春兰已经在病房里等候了 看着昏睡的女儿 看着昏睡的女儿被推出来 忍不住掉眼泪 再一次中单移床 阿如带着雀之阿好 帮燕儿盖好被子 安置血压剂和温度剂 会很疼的 会很疼的吧 长春兰对齐悦哽咽道 亲眼看着手术过程 长春兰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 早知道这样吓人 她都宁愿不做这个手术了 丑陋的残勇经过破茧而出的痛 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手术中用了麻药不会痛的 就是手术后 长春兰眼泪汪汪的看着她 可是痛也是好事啊 痛了才能成长 先苦后甜 先痛后喜 好了 你晚上可以在这边陪床 我也在这里 没事的 别担心 半个月后 你就能看到一个新的燕儿了 齐悦笑道 拍了拍长春兰的尖头 走出屋子 院子里的弟子们还没散去 刘浦成正指挥着几个弟子 在做器械消毒 室内消毒 安老大夫在一旁认真地看 偶尔问一两句 看到齐悦出来 大家忙停下手 辛苦了 齐悦看着大家 笑道 然后习惯性地拍拍手 这声辛苦了 说得众人都有些慌乱 我们辛苦什么 是少夫人你辛苦了 有弟子反应过来 乱哄哄地说道 手术不是一个人能做好的 胡三 去 看看哪个酒楼还开着 包着晚宴送来 我请大家吃宵夜 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 弟子们一时都不知道 该什么反应 胡三已经知道齐悦的脾气 大声地应了声 就换衣服跑出去了 齐娘子 你这以后让我都没法做了 刘浦成摇头笑道 没事 老师 你能做 你能做的 剩下的我来做 刘浦成摇头笑了 安老大夫 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 听到这里 也微微一笑 齐悦走过来 安大夫 不早了 你快回去歇息吧 只恨弟子身材 不能侍奉师父 安大夫 你还来真的啊 安大夫笑了 只听那些言辞 这个姑娘 没错 是个姑娘 这个姑娘 在她印象里 是个粗鄙无知 阴暗的女人 带亲眼看到 虽然听到那些话 依旧嚣张尖锐 但却感觉到的是 爽朗率真 坦坦荡荡 真是奇怪的感觉啊 今日少夫人劳累了 我先告辞了 她没有回答 而是说道 一面拱拱手 齐悦不以为意 笑着点头说声好 她说过 她一向是个 有礼貌的人 只要对方有礼貌 自始至终 安老大夫 都很有礼貌 这个老者 给她的感觉 和刘浦成一样 至于 那个安小大夫 哎 安小大夫还能走吗 给他熬了糖水 喝了没 齐悦忙问道 安小大夫 有点虚脱 齐悦觉得 不应该是晕血 毕竟 他是大夫嘛 就是不是主治创伤的大夫 也不可能没见过血 那就是受了惊吓 一个弟子忙答道 熬了熬了也吃了 没出息 齐娘子 不用理会 安老大夫摇头说道 鸡尾小哥呀 劳烦你们 把他给我 驾到车上去 自从有了齐悦以后 千金堂的弟子们 越来越觉得 自己受尊重了 以前常做的那些事 越来越多的被加上一个 劳烦啊 请啊 有劳啊 这些字眼 真是 真是 感觉太好了 几个弟子们 黑黑笑着 硬生忙忙的去了 街角边 长云城 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 千金堂外 悬挂着灯笼 随风摇晃 就如同 他的心一般 进去 不进去 不进去 进去 做手术的是他外甥女 他这个当舅舅的去探视 再正常不过了 长云城终于抬脚 却听得声门响 千金堂的门打开了 他慌忙的 往黑营里躲了去 看到先是两个弟子 驾着一个男人 上了马车 接着 推出一张轮椅来 然后 便看到 那个女人的身影 长云城的心 不由狂跳了两下 大红灯笼下 映照着 那女人 含笑的形容 似乎 已经很久不见了一般 长云城 不由盯着他的脸 没舍得移开视线 直到千金堂 门前随着马车的离去 又恢复了安静 那女人和刘浦城 含笑说了什么 自始至终 他脸上的笑 就没散去过 他 这么开心 一点也没有 因为今天的事 难过吗 还是 藏在心里了 长云城 站在阴影里 裹紧衣裳 避免被夜风吹出声响 齐悦几人 很快进去了 门又被关上 长云城 这才慢慢地走出来 一直走到门前 夜风中 似乎听到里面 有说笑声传出来 他抬起手 却最终 没有落下 不知道站了多久 听得一阵热闹 街那边奔来几个人 嘻嘻哈哈地说笑着 我就说把那个菜 换成刷猪头 你们偏不听 吴三抱怨的 呼得愣住了 诶 他看向路那边 师兄 怎么了 其他弟子忙跟着看过去 却只见夜色沉沉 街道隐隐 我好像看到一个人 胡三皱眉说道 一面抬头看去 幸亏啊 是在这里 不是在义庄 要不然 又要被吓得腿发抖了 哈哈 其他弟子们笑道 被吓得发抖的 是我那师侄 胡三瞪眼说道 听到身后脚步响 忙催着大家进去 快 饭菜送来了 快收拾地方 大家应声进门 临进门前 胡三又看了眼路那边 好像是世子爷 他自言自语 里面有人喊他 他便应了声 忙忙地进去了 紧随气候的是一辆车 车上满满的石盒 不下七八个伙计跟着 乱哄哄地 开始往千金堂里进 整条街上 都被搅动得热闹起来 长云城 从屋角的阴影里 站出来 再次看了眼千金堂 转身 大步走入夜色中 长云城在书房 胡乱歇了一夜 天色刚明的时候 他叫进来小厮 递给他一封信 去 他开口说道 话没说完 小厮就高兴地接过去 哟 这是送给少夫人的吧 哎呀 小的这就送去 绝不能别人看到 他眉笑颜开地说道 谢天谢地 世子爷终于要给少夫人 道歉了 长云城的脸 顿时黑成锅底 滚 他喝道 踹了小厮一脚 去送给京城的范公子 小厮被踹得坐在地上 吓得脸发白 乖乖 猜错了 他半句话不敢再多说 爬起来就跑了 长云城一晚上闷气味消散 又添了郁闷 凭什么 凭什么都认为 他该去给那女人低头 他闷闷地站在书房门口 世子爷 有两个小厮过来了 恭敬的失礼 这是定熙侯的使唤人 长云城摁了声 侯爷让你去接少夫人回来 小厮说道 长云城沉着脸 没说话 小厮们也不说话 只是低着头 恭敬地站着不动 过了许久 长云城摁了声 嗯 小厮们还是站着不动 还有事 长云城问道 小厮抬起头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侯爷 让我们陪着世子爷去 陪 是压着去吧 长云城脸色 再次黑了黑 拳头攥了攥 最终 松开了 抬脚迈步 好 这可不是他自愿的 两个小厮 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世子爷没动手打他们 二人忙跟上去 走出没多远 就遇到管家 管家看着长云城 露出欣慰的笑 你很闲吗 在这里晃什么 长云城再忍不住气 贺问道 难道所有人都等着看着 自己向那女人低头的热闹吗 管家依旧笑嘻嘻的 丝毫没有因为 长云城态度不善而惶恐 没有 没有 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偷懒 边边角角的 总是不打扫道 他认真的答道 长云城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可真是辛苦你了 特意跑这里来查看 他说道 在特意和这里二字上 加重语气 管家恭敬的失礼 哎 不辛苦 这是老奴该做的 他认真的说道 该做的 谁家的管家 该做的是一心的 关心少主子夫妻两个 吵架和好没和好啊 长云城 轻着脸 大步走过去了 长云城 刚出门 就见长春兰 带着两个丫头 急匆匆的进来 世子爷 他看到长云城 忙喊道 大姐 你怎么来了 燕尔他 没事 他刚醒了 月娘看着他呢 我 我回来拿些东西 长云城 看他脸色有意 但既然他不说 他便也不问了 点点头 不说话了 世子爷 你 你别怪月娘 都是因为燕尔的事 他才常常出门 费心 没有好好的 侍奉母亲 失了媳妇的规矩 所以 所以 都是我 都是我和燕尔 给他找来的麻烦 你 别怪他 他说着 又掉眼泪 常云城 神色复杂 大姐 你这是说什么呢 他说道 长春兰知道 这是他不愿意多谈 自己这个弟弟 本来就是从不与人多谈话的 更何况 还是自己的私密事 二弟 你是个好人 月娘他 也是个好人 好人 就该有好日子过 人这一辈子 能找到一个 何心意的人 那是几世 才能修来的福分 他叹口气 耿叶说道 何心意 这女人 是自己何心意的人吗 那种臭脾气 大姐 你快去忙吧 别多想了 这件事跟母亲 跟侍奉不带侍奉的 其实也不想干 长春兰 长春兰看着他 欲言又止 最终没说什么 是 我知道了 他说道 长云城点点头 这才大步走开了 长云城 没骑马 千金堂 离这里也没多远 临近的时候 他的步子放慢了 身后的两个小丝 不由提心吊胆 不会 又反悔了吧 他在你们眼里 就那么好 长云城 忽地回头问道 两个小丝 被问得一愣 长云城 问完又笑了 摇摇头 自己问的什么 议论主子 这些小丝 又怎么会回答 世子爷呀 少夫人人真不错 对咱们都很好 一个小丝 迟疑一下说道 对对对 可能给咱们壮胆气 另一个 也忙跟着说道 长云城 脸色黑了黑 当然当然 那到底 是因为有 世子爷您 说话的小丝 忙又补充道 长云城 呼得哈哈笑了 街上路过的人 不由吓了一跳 但要骂一声 有病啊 看到长云城 的穿着打扮 又忙咽回去 挨着墙脚 纷纷走开了 两个小丝 更加的心惊胆战 这好好的 怎么又笑了 世子爷 拉脸发脾气 倒是习惯 这笑 这笑 反而少见 家里人 上上下下 都这么喜欢他 就算自己走了 他又惹出什么祸 想必 也能平安无事 只是 母亲那里 长云城 长云城 收了笑 轻轻叹口气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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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起来